嗨 大家好 是科幻迷不满 今天带来一部《科幻感稍弱》 思想意义却深刻的电影《控制》 这个正接受注射死刑的犯人叫李 他遍体纹身 恶贯满盈 围观者都为他的词叫好 他也用怒目圆征回敬 好像随时要去杀观众 他回想起人生的一幕幕经历 从苦难的童年到堕落的青年 再到杀人的时候 他杀光了反抗者 也杀了投降的人 哪怕路人小胖只是路过 也被他照头开了一枪 注射完毕 李在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太平间里面 活得好好的 原来有家医药公司 正实验一种好人药 这位是公司老板 这位则是为他做研究的博士 他们和政府达成合作 要挑一批死刑犯秘密注射 刚才那场死刑是欺骗大众的 李只是被注射了麻醉剂 现在他有两个选择 要么自愿当实验小白鼠 要么照常被注射死 李表面破口大骂 其实也很怕死 还是选择了合作 博士把李关进实验基地 把好人药味给他吃 这种药如果生效 既会降低他的暴力倾向 也会降低他的攻击能力 还会让他变得善良有同情心 当然这个药也可能有副作用 甚至会导致死亡 但现在后悔也晚了 李必须吃一辈子的药 接受一辈子的观察 最初几次吃药毫无效果 李的攻击性丝毫不减 他一度强行越狱 差一点就逃走了 当他再度醒来 发现自己一脸长毛都被剪掉 纹身也被清洗了一部分 因为博士不光想改变他的内心 还想让他的外表也更加友善 博士又把李杀害的所有目标 列出来 询问他是否后悔 他最初毫无回忆 要说有什么后悔的 也是自己有眼无助 错杀了一个黑帮头目的侄子 惹得头目一直追杀自己 顺便一提 现在头目也知道李还活着 已经开始拍杀手 追杀他了 博士继续下翻照片 翻出了那个路人小胖 一起检测出李的大脑有了一丝悔意 不过他还是嘴硬 老羞成怒接受了谈话 我们如果以为李已经开始觉醒良知 那可就错了 因为新一天实验室呢 他假装改邪归正 却趁大家不备 劫持了博士 博士拼命反抗才把他致富 新一轮治疗开始 李又变成了另一户表现 这次送餐人员把食物物撒他一身 他却并没有生气 夜里他还彻眼难眠 哭得鼻涕眼泪一巴巴 原来呢 他梦到了自己射击小胖的场景 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必要开那枪 小胖太可怜了 中枪之后昏迷七个月 性后治理严重下降 至今也没有变正常 自己一闭眼 就会想到他的脸 博士听了很激动 因为这代表好人要开始生效了 由于李的表现越来越好 他的治疗进入下一个阶段 博士让李隐性埋名进入城市生活 当然他家里密布监控 会有探员全程监视 而且他深夜必须回家 李的表现不错 第一天就找到了新工作 还认识了工友黑妹 当天夜里呢 他谎称内疚无法入睡 让监控人员送来安眠药 可他自己并不吃药 却偷偷把药放到酒里 迷到了监控人员 这是因为按照规则 他不能噎出 但今晚他拎了包东西 非要去见一个人 其实他要见的正是小胖 他拎的都是买来的零食 他拐文抹角的道歉 声称愿意永远当他朋友 陪他出去玩看电影 不可以 小胖现在这里只有几岁的水平 没有听出他这是委婉道歉 只是把他当朋友 傻乐个不停 过一阵子 小胖哥哥回来 觉得李逃跑的背影很眼熟 怀疑他根本没有死 正好临时带李装着小票 他根据小票一步步锁定李的坐标 准备过阵子就杀了他 为小胖报仇 李离开不久 就被博士逮了个正招 他们监狱里的前科 怀疑他想潜逃 但李是坐火车来看小胖的 他兜里揣着车票 还是往返的 这代表他早就计划回家 博士这才相信了他 李的生活恢复正常之后 跟共有黑妹的感情也升温很快 两个人恋爱约会 一起去游乐园玩 不巧黑帮头们的杀手也找了过来 李先是短暂离开黑妹 又跑酷甩掉杀手 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撩眉 那这个伸手真的是 让人忍不住伸出大拇指 当晚呢 李和黑妹原本是要为爱鼓掌的 不过夜色太晚 他必须回家 只好走吧 谁料 小胖哥哥一直蹲守在他家附近 他刚进家门就被逮住了 负责监控的探员出门阻拦 不幸被一枪秒杀 过一阵子 其他探员才赶过来 他们见到这具尸体 又发现李不见了 不禁推测是他杀人潜逃 毕竟他以前就曾表面价中学好 实则越狱 这一次多半也是一样 老板宣布李的实验失败了 他必须要被清理掉 咱们再看李这边 小胖哥哥把他劫持到小胖面前 逼他把朝小胖开枪的事情坦白出来 并准备杀了他几横 小胖虽然伤心 却还口口声声说李是自己朋友 他不倒哥哥帮李逃了出去 李距离上次吃药已经过了太长时间 他感到自己的暴力倾向逐渐失控 想去医院找好人要应急 可这种药医院怎么会有呢 他找不着就更着急了 拿枪威胁起医生 这个时候杀手偏偏用来添乱 李在盛弄之下暴力杀掉了他 不知道他会不会从此原型毕露呢 李继续逃到博士家里 解释说自己并不是潜逃 而是被劫走的 还让他快拿好人要给自己 博士比别人更聪明 知道死去的太原是小胖哥哥杀的 相信了李 他把李藏在家里 可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原来老板也怀疑李藏在这儿 带手下过来要消灭他 博士仍然试图说服老板 他说探员不是李杀的 好人要已经成功 他已经变成好人了 不料老板斩钉截铁说 好人要根本就失败了 因为他们除了李之外 还有几十个犯人用了好人要 他们全都因为肝脏衰竭的副作用死掉了 李之所以没有死 是因为他服用的根本就不是好人要 是没有药效的安慰剂 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跟服药的犯人做对比 这件事情只有老板自己知道 他故意不让博士知道 是因为他知道的越少 实验才越客观 博士确实非常震惊 但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要先把李救出去 于是呢 他使出一招金蝉脱鞘 带着李从老板的盐僻地下逃走了 李一见面还追着要好人要 博士呢就把真相都告诉他 也把他震惊的颠覆了三观 两个人还没回过神 老板的手下就驾车追来 把他们撞到了水里 李可以自己逃命的 却把博士一起救了上来 博士让他别管自己了 快逃吧 他感动说 其实治好自己的根本就不是好人要 而是博士对自己的信任 博士倒是认为 是李治好了自己 这里面呢 差一句个人理解 我猜李可能一直同时藏着善和恶的本性 既会因为一个契机走上邪路 也会因为一个契机而变好 好人要虽然并没有药效 却是一个变好的契机 让他释放了善良的本性 两个人说完各自分别 可谁能想到 李刚转头就挨了一枪 开枪的正是老板的手下 李在弥留之际 眼前再次回放一身经历 这次依然由苦难童年 叛逆青年 但也多了根黑妹的幸福时光 至少他在和尚眼睛的那一刻 胸前是温暖的 老板一伙行凶之后本来想跑 但警察刚好被枪声引来 人命关天 老板无法掩盖 终归还是被抓走了 但愿他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吧 在电影结束的时候 博士也不再研究什么好人要 而是开办了青年活动中心 可能他已经明白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好人要 相比之下 给青年提供更温暖的社会环境 这才是培育好人的更好办法 最后呢 顺便说一下 本篇里面李和博士的实验 就属于双盲实验 双盲实验呢 理工科的网友应该都知道 不然的话 简单一搜 影应该能明白 我也就不多赘述了 在双盲实验里面 被实验的有两组 用要的叫实验组 不用要的叫对照组 也被质疑成控制组 本篇之所以叫控制 就是因为李是属于控制组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威fans 咱们下期再见